大家好 我是张张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宋中基和宋慧桥离婚事件的幕后真相 我来从星座雪形 人物性格 心理学 以及从中医的角度来批解一下宋中基和宋慧桥真正的离婚的幕后真相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而且对各自的事业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最关键的是宋中基的容貌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通过了一年半的调整才慢慢回到了原来的一个状态 这个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到底谁是过错方呢 那么下面呢我就通过这五个领域呢来做出一个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我的判断呢就是非常正确的判断 但是呢他杰族先登提出了这个离婚诉讼 致使呢宋慧桥被打入了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 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完全站不住脚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先来说宋中基身上发生的两件事 第一个呢就是宋中基呢他在上学的期间呢 他就曾经去帮助过一个被孤立的同学 但是那个同学的学习成绩呢非常好 但是他的为人呢个性比较张扬 所以呢他得罪了很多同学 但是宋中基呢愿意跟他做朋友 后来呢这个同学呢就成为了就是他们当年那一届的法律系的一个高材生 这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韩国媒体爆出双宋离婚的时候 宋中基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法律团队 那个都是曾经他成军管大学的校友 这一点呢是宋中基具备的就是非常独有的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呢是宋慧桥不具备的 第二点呢其实宋中基他的酒量是很大的 因为在娱乐圈嘛肯定少不了这样那样的应酬 但是他每次呢他喝酒他不会喝醉 那就是他一直会让自己保持一个清清醒的状态 对于这么一个有自律性以及有强烈克制力的这么一个人呢 他会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每一步走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他不会让自己出现任何的纰漏 这也就是说我认为的就是在双宋离婚事件中 过错方是女方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如果宋中基是过错方的话 首先呢他不敢率先提出离婚 为什么呢因为他人生每一步对自己都有这么精准的规划 而且每次喝酒喝到嗨都不让自己醉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 他走这个率先提出离婚的这一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很有可能断送了他的演艺生涯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对于这一点呢他不会料不到 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宋中基在离婚事件上 就是态度非常的绝情 然后手段呢也非常的决绝 那么他这么一意孤行的去做这样一件事 如果错方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被万人翠 千人踩 但是呢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媒体也好 宋慧桥也好 包括宋慧桥的家人也好 他们都没有宋中基是过错方的唯一的证据 他们连一丁点的证据都没有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决定了就是宋中基他要这么一意孤行的去做这样一件事 那么这个判断呢我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这是从这个人物性格里面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 从这里面呢你也能看到就是他们离婚其实已经一年多了 宋中基做出的很多举动呢 其实是对一个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包容 甚至是让他万分耻辱的一个行为 为什么宋慧桥迟迟都不反抗 这里面呢就可以说明了我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韩国媒体的这个报道呢是不正确的 宋中基不可能是过错方 对于他这么一个一步一个脚印 这么处心积虑 这么有强烈的克制力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因为自己是过错方 为了抢占头筹而要率先发出的这个离婚声明 这是不可能的 在聊这两个人之前呢 我先把这两个人的星座分析一下 就是宋慧桥是天兮座 然后宋中基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人呢有什么特点呢 处女座是天生的老板 处女座有骨子里最强烈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实权实美 那么我认为呢 就是他们两个人离婚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实权实美的宋中基 发现了对方身上的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事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究竟是什么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这样做出判断 在韩国的法律规定中 就是如果是宋中基率先提出 离婚申请的话 那么过错方呢 就是宋慧桥 这是韩国法律就是规定的 究竟宋慧桥有什么样的过错呢 那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乱说 但是我从这里面呢 我就可以就是亏出 这两个人婚姻关系上面的一些问题 宋慧桥是天蝎座A型学 上一期我已经分析了 就是他有多重的表里不一 那么宋忠基呢 是晚辈 宋慧桥是前辈 宋忠基喜欢上宋慧桥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呢 一个是因为合作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宋慧桥那张初恋脸 他的那张林家小妹的初恋脸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杀伤力 但是我在这里面劝就是所有准备找女朋友的就是男性小伙伴 就是看人一定要看心 听话要听音 不要只盯着那张脸看 最终你会失败的 宋忠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但是宋忠基的智商非常非常高 因为他是成军馆大学的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重点学院的一个高材生 所以他的智商呀 情商呀 还有运作能力都是在宋慧桥之上的 我们看到宋慧桥他是16岁就进入演艺圈了 也就是说他受教育的程度是远远低于宋忠基的 那么一个人呢 他要受教育 那么一个人呢 他要受教育 还要受好的教育 这个是不无道理的 然后呢 解读一个新闻呢 就是宋忠基呢 他的婚房重新就是推平了 然后重新平地起高楼 就这么一个新闻事件 就是让我能感觉到 就是他内心中想把宋慧桥这三个字 从他生命中剔除出去的这种决心 和他发狠的那种狠力 就是让我很难理解 又不寒而栗 我就不明白 这是一种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打击 什么样的一种刺激 会导致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一个决定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明白 还有就是在他们在宋忠基发布离婚声明之后呢 宋慧桥这边一直没有发声 如果宋慧桥那边呢 不是因为有一些事儿或者是只是媒体说的性格不合的话 他完全可以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他在韩国娱乐圈的地位远远高于宋忠基 那么肯定也会有很多人替他说话 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 甚至呢就是他还不敢回到韩国 他一直在摩洛哥呀 在美国呀散心 直至这个事情平复了很长时间 半年以后吧 他才刚刚回到韩国 回到韩国以后呢也比较低调 还推掉了这个电视剧的邀约 他只是接了一些广告的宣传片的一些工作 他把自己的工作量也给降低了很多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明眼人已经就是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你得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后 在结合韩国媒体的所有的报道 就是所有的报道 他的责任的指向都是指向宋慧桥的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即便是宋慧桥他带这个含有炫冰名字的项链 以及去点赞他们曾经主演的那部电视剧的插曲 这些工作都是无功而返的 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再回头的 何况是炫冰呢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判断 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互动 比如说你想让我了解哪个明星 或者是有一些事情 想听一下我的看法 你可以在屏幕下方跟我留言 然后我会录视频解答小伙伴的疑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和点赞 别忘了小铃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张 今天有一个突发的新闻啊 然后我来做一期悬兵的新闻 标题就是炫冰要当心 小心宋慧桥在蹭热度 首先说一下啊 当我看到爱的破将那么火 可是刚刚结束的韩国艺术白响 大赏奖的颁奖典礼 在公布最佳男演员的那一刻 公布结果出来之后 悬兵眼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失望和沮丧 让我看完之后 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其实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就想对悬兵说 那个奖不会颁给你的 但是我没有机会说这句话 今天呢 我也希望呢 就是能通过这个平台 通过这支视频 可以让他的团队看到 在前期节目里面 我也解释了 为什么就是爱的破将 中的悬兵和孙艺珍 他在民间的粉丝投票中 他们两个人的票数 一直是遥遥领先 但是最终的公布获奖名单中 却没有两人的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悬兵不会挑选剧本 他饰演的这个北韩军官的 这个角色呢 是不被韩国政府所喜欢的 那昨天呢 我又发现了一个 对悬兵非常不利的一个新闻 所以今天呢 我就作为突发新闻 赶紧做一期节目 前天呢 有一个新闻 就是刘亚人和朴信慧主演的 一部新的影片 刚刚上映 取得了韩国票房 以及上座率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绩 因为呢 苏慧桥和刘亚人呢 他们两个属于一个经纪公司的 这个经纪公司呢 也非常的奇葩 一共就有三个人 就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一个另外的艺人 所以他们是一个经纪人 一个经纪公司的老板 他们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都比较好 你会看到就他们经常有合影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彼此有作品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呢 都会去支持对方 刘亚人这部新片上映之后呢 他跟读者的见面会上 宋慧桥也到现场送祝福了 同时呢 韩美还发出了一个新闻 就是宋慧桥 在他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 关注了炫彬的经纪人 我想对炫彬说 你要当心 对方在蹭你的热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宋慧桥他在结婚之前呢 他的演艺生涯 有一个人生的污点 就是他偷税漏税 后来呢 他被迫出来道歉之后呢 他的粉丝量降了很多 韩美呢 也一直抵制他 此外呢 就是因为他个人情感嘛 比较混乱 所以韩美呢 对他的评价很不好 他跟宋忠基的结婚呢 其实让他挽回了不少的人气 但是呢 两个人在一年半之后呢 又将这个离婚官司 打得沸沸扬扬 所以对他的这个人 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但是宋慧桥的团队呢 我认为呢 比炫冰的经纪团队呢 要成功 也要成熟 还有就是在处理突发事件上面呢 比较的有经验 我们看他这几轮的操作啊 我们看他离婚之后 这几轮的操作呢 就能发现呢 就是他的这个经纪团队呢 让他很好地摆脱了离婚的阴影 先是传出来 他点赞了 他跟炫冰一起主演的 这个电视剧 叫《我们的世界》的一个插曲 接着呢 他又带了一条 就是含有炫冰 和他自己名字缩写的一个项链 第三个呢 又传出来 就是炫冰那两天呢 在一个森林里面拍广告 结果他就在自己的 这个infogram的空间里面 分享了一张 跟炫冰森林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 让网友误认为 就是他跟炫冰之间 有某些丝丝离履的关系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又传出来 就是炫冰的经纪人 和宋慧桥的经纪人 已经见面了 有人拍到他们见面的这个身影 结果第五点就传出来 就是宋慧桥在刘亚人兴起 到场祝贺的时候呢 他就自己去关注了炫冰的经纪人 从这五点上面来看呢 就是他一直在蹭炫冰的热度 为什么是炫冰呢 而不是别人呢 因为有两点 第一呢 爱的迫将非常火 第二点呢 就是他跟炫冰曾经谈过恋爱 我现在想对炫冰说啊 就是炫冰对他跟宋慧桥的绯闻呢 一直都没有回应 那么在这一点上 他的团队做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一旦回应了 他回应否也好 回应是也好 其实对于粉丝来说呢 都是无法接受的 如果他回应否的话 那么粉丝呢 就会觉得他无情 另外呢 这样的容易让人抓住把柄 宋慧桥这方呢 还会继续的炒作 如果他回应是呢 那么孙艺珍的粉丝 就会跳出来说 就是玄冰不懂真正的爱情 所以炫冰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产生任何的回应 我认为做的是对的 首先说一下啊 我个人是炫冰的一个 很多年来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但是呢 我追星呢 不会像那些小女生一样 什么去机场送花呀 然后攒钱买机票 去看他的演唱会啊 我通通都不会去做那些事情啊 我只会用我的人生智慧 去帮炫冰指出 他在人生某个重要阶段的一些错误 另外呢 我会帮他修正一些 他应该注意的问题 使得呢 他的运程也好 他的演绎的作品也好呢 都更加具有魅力 总而言之一句话吧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用自己的知识 去帮助选宾 我会非常忠诚的在YouTube上站岗 一旦发现呢 选宾他在某件事情上 或者在挑选某个角色的时候 出现一些障碍和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跳出来说话 我衷心的希望 就是我的这个男神 他可以永远长青 另外呢 就是他一定要有拿得出手的 被别人所称颂的角色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想说一点啊 我上期做了 炫兵不会挑选剧本的 这期节目之后呢 很多炫兵的粉丝呢 在我频道下方 给我留言吐槽 有的说 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住在炫兵床底下吗 其实呢 我觉得对于这种行为呢 我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是炫兵的一个大粉丝 但是因为我有知识 有文化 我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和独特的判断力 所以呢 我做的每一期的炫兵的节目呢 都是有预见性的 我完全可以去 唯心的去做 炫兵要跟孙一珍结婚啦 炫兵喜欢孙一珍 炫兵和孙一珍谈恋爱的蛛丝马迹 我完全可以做这样的节目 这样的节目 我可以甚至做五百期 都是可以的 因此呢 我的阅读量和我的收视率呢 都会被增高 但是我是炫兵的真正的粉丝 我真心的希望他好 所以我的节目呢 只会说预见性的真实的话 我会做有良知的节目 然后有预见性和有价值点的节目 而这一点的初衷呢 我是不会改变的 而最后呢 我要感谢我一位粉丝的小伙伴朋友 他在这个炫兵的这期节目下方呢 跟我留言 他说他很认同我很多话 他说炫兵的海哲基尔 包括阿尔汉布拉公 以及他拍摄的电影的那几个角色呢 其实都是差强人意的 然后这个爱的迫将呢 稍稍让他挽回了一些人气 但是又不能做到名利双收 他很认可我的话 我很感谢这位小伙伴 我觉得我们之间 会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 我希望你继续支持我的节目 然后我也会到每一位小伙伴的节目里面去串门 甚至发表我自己的观点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想听炫兵的话题呢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明星运程的频道 今天我们聊一个宋钟鸡的话题 今天是9月19号 是宋钟鸡的生日 我们先祝这位学霸生日快乐 接着呢他离婚之后的最新的作品 《胜利号》将于9月23号在韩国上映 那我们祝他票房大卖 但是我个人对这部影片的票房呢不太看好 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呢 对全球的饮食业冲击都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在这期节目中呢我也会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我预测宋钟鸡有可能会改行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是一个学霸 我们知道宋钟鸡毕业于成军馆大学 韩国的成军馆大学就相当于中国的北大清华 那么什么叫做学霸 学霸就是要把所有人踩在脚下 但是我们看到宋钟鸡在离婚事件之后呢 他的人气呢和他的广告代言呢都是纷纷下坠 所以呢对他事业的冲击呢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这个新冠病毒呢对全球的冲击呢也非常的可怕 好莱坞的影视公司呢已经有数百家倒闭了 那么全球的这种低迷潮呢还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从宋钟鸡的八字上来看呢他的演艺事业呢很难再有起色 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不光是来聊八卦的 我会在结尾处呢跟大家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 就是如何把抹黑的演艺事业重攀高峰 因为宋慧桥呢他在这次的离婚事件中呢成功的一系列运作呢 使他非常成功的走出了离婚的阴霾 带来了事业的高峰他的整个经历呢就是一个EMBA教材 这个教材的名字就叫做如何把抹黑的演艺事业重攀高峰 宋忠基和宋慧桥离婚的真实原因呢我已经在vlog42期已经讲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查看以往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请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请已经订阅的朋友呢麻烦检查一下自己的小铃铛是否开启大家 我这个频道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其次呢会分享一些我游历很多国家的新奇见闻 此外呢我还会对明星运程呢进行一个预测 此前我已经成功预测了好多事情 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一定要看满三分钟再订阅 否则系统呢会被视为无效的订阅 在宋忠基身上发生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们知道他离婚前后呢大量的脱发 以至于他的容貌和结婚的时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 就是肝气淤结肝火太旺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低下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呢他确实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我觉得这次离婚事件之后呢他会对演艺圈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呢他找第二任妻子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局外人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不算预测还要观察一旦成熟之后呢我会公布 但是有一点可以证实呢就是宋慧桥和玄斌的关系呢确实是不一般 为什么宋慧桥离婚之后呢为了摆脱负面新闻的压力呢一直在蹭玄斌的热度 但是玄斌呢一言不发不否认也不回应这个态度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啊 使人呢就非常的好奇他们两个人在恋爱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知道宋慧桥呢先是策划了一个戴项链的风波 那个项链上的缩写字母是他跟玄斌的名字的缩写 接着呢他又策划了一个遛狗的假新闻 但是事后证明呢就是宋慧桥和玄斌复合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假新闻 博主已经在Vlog71期中已经成功预测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宋慧桥为什么不在宋忠基推倒六千万婚房的时候站出来正面回应呢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离婚事件上一言不发呢 他的这个态度让人感觉真的是很奇怪 而且他策划的这个遛狗的假新闻呢 他是忽悠不了内行的 因为他说粉丝拍到了他和一个好友弟弟一起去遛狗的照片 但是这个照片上呢只有半截手臂 粉丝通过对比呢说这个手臂呢就是玄斌的手臂 可是我想问这个粉丝太搞笑了吧 他的相机为什么只能拍到半截手臂 而拍不到这个男人的脸呢 这一看就是精心策划的呀 所以宋慧桥和宋忠基呢真的是分崩离析了 但是为什么他在离婚之后一直在蹭玄斌的热度 而且有点欺负玄斌的意思 但是玄斌也不回应呢 这里面细细品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信息量太大了 我今天不是来聊宋忠基和宋慧桥的绯闻的 我想说宋慧桥从离婚事件中成功的洗盘 然后重新让事业登上了高峰 接到了那么多的广告代言 整个的经历呢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EMBA的教材 名字就叫做如何把抹黑的演绎事业重攀高峰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是应该学习一下 因为油管这个平台呢也是风起云涌 而任何人在没有做好平常心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瞬间就把你推上风头浪尖 那么你参考一下宋慧桥如何走出阴影之后呢 他会给你许多启发和宝贵的经验 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宋忠基 所以呢还是要先祝宋忠基的新片《胜利号票房大卖》 最后再次祝学霸宋忠基生日快乐 也祝这个万人迷玄冰吧 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那今天就这样了 喜欢我频道内容的朋友呢 别忘了一条龙留言点赞小铃铛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 请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 千万不要错过了精彩的时光 拜拜 嗨大家好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就是炫冰适合佩戴什么样的首饰和珠宝 以及适合穿什么颜色的服装 炫冰的五行呢 金特别多 水也特别多 火也特别多 但是它的木很少 所以五行的不平衡呢 也就代表了就是它的幸福生活呢 会在某些方面打折扣 比如说它的演艺生涯发展的顺风顺水 但它的感情生活一直悬而未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炫冰要做一些中和 炫冰不能穿金色和咖色以及黄色的衣服 但是我在它两次发布会的现场呢 就发现它特别喜欢穿金色和咖色的衣服 这个对它的生活以及它的运势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撞 此外呢就是炫冰呢 它喜欢买房子 这个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呢它的水也很多 水代表了它的智商 它的智商也很高 但是水太多了之后呢 就需要就是土来泄 所以它经常去买房子 囤房子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它可以帮它就是消灭一些洪水 下面我就给炫冰推荐几款珠宝 首先呢它比较适合佩戴薄金 像这种薄金的东西它就比较适合戴 但是它不适合18K金 比如说它可以佩戴薄金的项链 薄金的纸环 然后薄金的手环 以及薄金的拉链扣 接着呢给它推荐这个红宝石 这是一颗缅甸的红宝石 为什么给它推荐红宝石呢 因为红宝石呢它是属于地壳运动的一个产物 它是长年生长于地下的 那么它也属于土 土也可以泄水 那么为什么要给它推荐红宝石 而不是蓝宝石呢 是因为红色还有一个喜庆的意思 因为玄冰的感情生活一直玄而未绝 所以呢红宝石的佩戴呢 对它的个人生活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提升的作用 红宝石材质的东西它可以作为袖扣 领带夹 然后肩扣 以及手表的表蒙都是可以的 世界上产红宝石的国家有两个 一个是缅甸 一个是越南 世界上最好的红宝石产在缅甸的摩谷 那里的红宝石叫做鸽雪红宝 就是一束灯光打上去 它像鸽子雪一样 但是因为我没有鸽雪红宝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们展示 但是以这个训兵的实力呢 它是可以买得起鸽雪红宝的 只是它的团队呢 没有人帮它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这支视频呢 也希望它的团队可以看到 因为我个人呢 其实也是雪冰的粉丝 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希望 它的感情生活很快的有着落 然后它找到一个它喜欢的女人 可以走进婚姻的殿堂 那今天就这样啦 喜欢我视频内容的朋友 可以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我是张张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 韩国演员孙艺珍 适合佩戴什么样的珠宝 我对她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炫冰和孙艺珍都是我 比较喜欢的韩国演员 前阵子他们主演的爱的破将呢 非常非常的火 听说现在在菲律宾也很火 上周呢 他们刚刚获得了韩国的 百想艺术大赏最佳人气奖 我个人呢很喜欢孙艺珍 我觉得她演技也好 长得也很漂亮 但是呢 她38岁了迟迟呢 感情没有着落 我看了一下她的五行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她的火特别多 她的金也特别多 但她的木特别少 那么金代表了她的财富和她的事业 火代表了她的成就 木代表什么呢 木代表她的记忆力 以及代表了其他人生中小的东西 五行代表什么呢 五行呢就代表了幸福 如果一个人呢 他金木水火土 他五行什么东西 那代表了他的幸福 要比一般的人多 所以呢我建议呢 孙艺珍呢 她可以多配戴一些 树叶造型的 水滴造型的 小蘑菇造型的 小花造型的 呃 耳针 项链缀 项链 项链 或者是戒指 或者是拉链扣 或者是丝巾扣都可以 而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孙艺珍呢 本身呢 她是假木人 呃 此外呢 她还是五火 那也就是意味着 就是她虽然是假木人 但是她缺木 呃 五火的意思代表了 就是她在这个演艺圈呢 不单单呢 是有一些成就 而是说她有非常非常大 夺目和亮眼的视野 以及地位 此外孙艺珍的伤官特别重 伤就是受伤的伤 伤官就是伤官的官 伤官重的人呢 代表就是她的才华和脸蛋 嗯 那么第一呢 就是孙艺珍的演技 真的非常好 第二呢 她长得确实非常漂亮 因为在我内心中呢 我认为孙艺珍的长相呢 她可以超越那个 第一的金泰西 但是呃 这句话如果 有小伙伴不喜欢的话 那么就请忽略 我个人认为 孙艺珍的长相 真的是可以才的第一个 嗯 嗯 那么 这颗呢 翡翠造型的金枝玉叶呢 就特别特别适合孙艺珍 嗯 接下来呢 我说一下她的感情 她的感情呢 非常低调 她几乎不怎么传飞 但是她跟 炫冰呢 传了四次回来 至今也没有 适合适出的那一天 炫冰 连续否认了四次 嗯 我个人的观点是 她们 不会牵手的 因为她们的五行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撞 嗯 至今是什么样的冲撞 我们在之后的结果中 就是专门拿出来 一起来做 嗯 但是呢 呃 我认为孙艺珍呢 她可以找到 一份非常好的爱情 嗯 所以这颗服装石呢 我觉得她就不太多佩戴 我注意 我注意了一下 孙艺珍的穿戴 她呢 比较低调 她比较熟悉 她喜欢穿白色的衣衣 亚纳材质的 或者是纯别材质的 但是呢 白色呢 代表了水 水 水 对 木也好 火也好 都是有一个冲撞的 其实呢 她完全可以就是 带一些有颜色的珠宝 啊 比如说粉色 啊 比如说浅黄色 啊 如果是衣服的话 她可以选择 呃 湖蓝色 浅蓝色 啊 浅绿色 都不可以的 嗯 希望这些建议 可以对孙艺珍有 命令的帮助 那么 今天呢 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内容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订阅 别忘了按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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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